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11日 星期四 年三十早的第一節 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香港的甲級寫字樓退租潮持續 最近又有三家外資銀行決定要退租部分的流程 包括有渣打集團 法國巴雷銀行和瑞銀集團 而且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 就說港島區的甲級寫字樓 空置率就創了歷史的新高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到底那些甲級寫字樓的退租潮是爆發成怎樣的 在日前 瑞銀集團簽出了上環李寶春大廈的一層樓面 並且表示有意在租約期滿之後再棄租部分的樓面 現時瑞銀的赤租大約是60至70元 但是新租客的租金比之前低了兩成 所以業主賺少很多 因為瑞銀之前退租的面積達到9,551平方尺 成一成的數字其實每個月都已經賺少了很多 對於業主來說賺少了就覺得虧了 已經覺得肉赤了 事實上瑞銀集團棄租並不是守緊的 因為他們在去年第四季的純利 還增加了14億1千萬美元 遠超市場預期的9億6千萬元 按年增加了1.4倍 為何他們還要決定退租呢 明顯是跟在家工作有關 另外渣打集團在今年開始 會分三階段引入所謂的混合工作模式 目標到今年年底 最少要有6萬名員工可以安排彈性工作 集團還計劃棄租中環總行的8個樓層 並且將持有三層觀塘辦公室放租出去 據市場消息指出 渣打中環總行的業主行龍地產 目前正叫價月租600萬 將渣打棄租的8層寫字樓放租 此外法國巴勒銀行也都退租了 國金二期59樓全層辦公室 以削減成本 但法巴說會保留在IFC租用大部分區域 為何他們要退租呢 他們說在疫情下 金融業就借機加速減低風險 戰略部署轉向更靈活的工作安排 即是說大概有幾家的銀行 其實他們就借著這個疫情來推動在家工作 所謂的靈活彈性工作 即是在家工作 根本上他們就發現得到 原來是不需要租這麼多的寫字樓樓面的 只是說退租的租金 一年就已經省了差不多一億元 當然是退租 而且那些僱主開始發現得到 原來那些僱員他們在家工作 對於那個工作效率影響是不大的 大家當初其實就擔心 那些僱員不上班 不去到那個工作單位做事的時候 就當然會懶散懶惰 沒有發現得到原來不是 都是照樣做到的 其實這個在家工作的趨勢 就不單止說是香港有的 英國或者是其他歐洲的國家 都已經是很盛行的了 其實這個在家工作的安排 不僅是可以幫助到那些僱主 省一筆租金 不用租這麼多層的寫字樓樓面 只是保留部分的樓面做必要的用途 比如說見客 而且也幫到那些僱員 這個在外國就更加顯著了 因為有很多僱員 其實他們租一個單位 是接近自己的寫字樓辦公地點的 方便通勤的時候 不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現在不是了 因為英國或者歐洲的國家 現在是長時間都封城的 那怎麼辦呢 有部分的員工 他就再搬遠一點來住了 一來租金又不需要這麼貴 二來租房子又可以大些 有些租房子又可以吸收新鮮空氣 反正他繼續上網 就可以做到在家工作 所以尤其是在金融業的風氣 特別盛行 現在外資銀行 在港幣的退租的時候 當然 令到那些甲級雙下的空置率 就高了很多 其實又不單止是這個 銀行業 或者是金融業 退租而導致 很多行業都退租 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 一月份港島區甲級雙下的空置率 錄得9.42% 創了有紀錄以來的新高 其中在上環、金鐘、灣仔和銅鑼灣的核心商業區 情況更加嚴峻 看來商下市場真的不太好 現在的需求不斷下跌 越來越多公司就會推動靈活彈性工作 即是在家工作 剛才我們所引述的渣打 已經說要年尾的時候 六萬人就是彈性工作 所以需求將會下跌 但是供應不斷增加 因為很多新的商下就準備要落成啟用 尤其是在東九龍、九龍灣、觀塘一帶 很多新的商下 到時這些商下的租金真的不知道會怎麼辦 對這些商下業主來說 肯定就不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在這裡又要不得不提 成哥李嘉誠 他拍真是高瞻遠足 當年他出售中環中心的時候 有些財演還跑出來疾他 就說他這樣也賣 這麼便宜的賣 即是還說這樣那樣 總之時間就證明得到 成哥才是最有先見之明的 接手那些就真的 哈哈那些 不要說了 哈哈哈哈 反正成哥已經脫身了 所以我認為他看東西 那個眼光是很獨到的 不是說借機又吹捧他 或者怎樣 而是 事實就勝於鴻辯 你當初摘他的財演 去了哪裡 是不是 又不見了 那些人說話 那些人不需要負責任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 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澳洲方面 他們不斷搶香港的人才 根據澳洲政府的數據顯示 在去年下半年 澳洲政府向香港人 批出的永久居留簽證 比起上半年就增加了兩成 當中的技術永久居留簽證 更加急升超過九成 即是差不多一倍 那麽所以呢 澳洲政府就非常之珍惜香港人 就要加緊這樣 吸納香港的專財和資金 那麽其實不單止是澳洲的 比如說英國 加拿大或者未來美國都會審議 這個香港救生艇法案 其實五眼聯盟國家當中 有其中四眼都是很珍惜香港人的 那紐西蘭就不要說了 根據澳洲的SBS電視台報導 就指出 說以往這些申請審批程序 往往是以年來去計算 現在就已經加快到以月來計算了 連醫生去申請投資移民也很快獲批 情況就好像開車的時候 一波就跳上五波 這個形容真厲害 真是快得很交關 真是 立即直踩 所以那些合資格移民的人士 尤其是香港年輕人 大學剛出來畢業的人 就要想清楚 到底哪一條路徑比較適合你 你至少要想一下 你想完之後發現 我還是留在香港賺錢多些 我已經有份工五萬多元六萬元 這樣沒得好說 對不對 如果不是的 剛剛才畢業的 都未曾找到工作 很多這些途徑讓你去試一下 你就又考慮一下 考慮完之後發現不對的都可以 那就不要了 但起碼來到說千載難逢的機會 往事哪會這樣吸納人才 你想去就很困難 以往是 現在難得有機會的時候 就認真要攝高床板想想 真的要的 不單止說加拿大 比如說澳洲又可以去進修都可以 或者是美國 接下來又有一個救生艇計劃 你又看看他 到底公佈詳情的時候是怎樣 其實現在的門檻已經設計到很低 當然 他主要吸納的是一些年輕人 或者是專才 有部分 比如說中年人士 這樣可能都是困難一點 但起碼為那些年輕人多選擇 有時候又不能這樣埋怨 或者怎樣 因為人家打開門口 他收什麼人 人家決定 但是就算中年人 如果有BNO 都可以去英國 英國也是好的 尤其是在退休生活方面 休災游災 所以就 各自去想想不同的途徑 就不要限死了自己 說一定要在香港工作才行 沒有說一定的 這個世界 尤其是現在這麼多西方文明國家 開放的門戶的時候 大家都要感恩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